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一分钟 每周一至少五更新 终于他进大学校园了 以为他入新校园 啥事都是爽爽的 哼 肤浅了人类 大学校园除了妹子 还有骗子 第一房热心人 新生办理入学手续 一定要亲自去指定地点 并收好票据 报道时千万不能亲信主动搭讪帮忙的热心人 更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去缴学费 一不留神 行李 包包就被顺手牵羊了 刚入学 大家互不相识 骗子会假冒同学 老师或老乡来宿舍外门烫金火 趁机偷走你的东西 所以同学们要把贵宗物品随身带或藏藏好 当心推销陷阱 刚开学 宿舍楼进出的人很多很杂 一些坏蛋会溜进宿舍楼 想新生都收问题商品 别贪小便宜 脑会害了自己 更别不好意思拒绝 真要买东西得去正规超市 留神黑中介 很多新生急着想经济独立 到中介处找兼职 黑中介专喜欢骗新生 要想不上当 尽量让学校推荐或长能签合同的工作 想上网找兼职减轻父母负担的同学 快去飞碟说微信回复网络兼职 网站也要保护好自己哦 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 多学点知识防备片 想加入飞碟说和我一起玩吗 那快快发送招聘两个字 到飞碟说微信了解职位详型 动画师文案策划运营我们都需要 还有更多好玩的职位等你哦 公司索网络兰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